1945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渐进尾声 盟军深入到德国的腹地 但却遭到了德军疯狂的抵抗 意识到大势已去的希特勒宣布开始全面的战争 准备破釜沉舟跟盟军来个鱼死网破通归于尽 为此他不惜将妇女和儿童也送上了战场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战争片狂怒 铁锤式坦克小队的车长 奉上级命令他将带领自己的手下驾驶绰号要狂怒的坦克开复前线 为即将到来的大军扫清障碍 这个坦克小队除了车长铁锤外 还有驾驶员化劳阁 装填手拴住和炮鲁大头 从双方的装备上来看 盟军的坦克和德军的虎式坦克根本就不在一个档子上 加上德军已经彻底疯了 因此这次的任务是凶多吉少 基本上是有去无回 战争向来都是残酷的 昨天还跟你一起抽烟屁股的战友 今天就有可能阵亡 虽然你无法相信这一事实 但也只能默默的承受 回到基地之后新兵弹子狗胜按照上级的命令前来找铁锤报道 铁锤一看这哥们的面相 就知道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小队的其他成员 大头栓柱和化劳哥 看着这个兵灵不到两个月的小白都没有什么好脸色 一个个冷嘲热讽 把狗胜调起了个一六够 刚加入团队必须得先干点粗 狗胜提着水总开始打扫坦克里的卫生 作为打资源的他 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坦克 更没有见过坦克内部的样子 他认为上级把他分配到坦克小队完全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看着满满一卡车的尸体从自己眼前经过 狗胜的心理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铁锤这个小队的主要任务是 在侧宜掩护大部队 然后拿下某个城镇 一切准备好之后 铁锤等人看着坦克出发了 从狗胜脸上的表情来看 这哥们显然已经被吓尿了 战争是残酷的 无论是以什么理由发起了战争 老百姓显然是最倒霉的 轻则无家可归 重则成了炮灰 小队在向前推进的时候 突然遭到了几个德国童子军的袭击 狗胜因为对方是孩子没有开枪 他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战友的阵亡 把铁锤气得臭骂了狗胜一顿 铁锤带着四辆坦克来到请求支援的连队 连长说 我的一个牌被敌人的机枪困在了菜地里 你们务必要把他们给救出 对方有反坦克炮 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把人救出来之后 你们前往这个城镇 到时候我们在这里会合 狗胜在前步兵在后 大家徐徐向前推进 他们的营救行动很快就被德军发现了 在轰掉了一个机枪据点之后 铁锤的坦克小队跟敌人的反坦克炮展开了较量 狗胜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战斗 看见那些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德军尸体 他的精神差一点就崩溃了 这股德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最终被铁锤的坦克小队给见面了 为了培养狗胜的勇气 铁锤让狗胜开枪打死一命俘虏 他认为他不能让狗胜成为全队的脱油瓶 战争是残酷的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这件事对狗胜的刺激不小 这个虔诚的基督徒一直希望自己能保持清白 因此他无法理解铁锤的良苦用心 稍作调整之后 铁锤的坦克小队继续向城镇进发 当他们刚进入城镇就遭到了德军的袭击 不过由于双方的火力悬殊比较大 因此铁锤等人很快就把对手给摆平了 在铁锤的调教下 狗胜第一次主动向敌人开了火 在这群俘虏中 大多数都还是未成年的孩子 其中一名纳粹军官 由于双手沾满了鲜血被当上击毙了 而那些驻守在这个城镇的纳粹高级军官 知道大事已去 在盟军到来之前全都自杀 铁锤正在给狗胜上课的时候 突然看到街边楼上的窗户前 一个女人一晃而过 他带着狗胜来到了楼上 见到了东梅和春花这对表姐妹 这对姊妹花显然都吓坏了 以为铁锤会对他们怎么样 尤其是春花 知道自己长得国色天香 因为这心里特别的慌 当他们发现这些美国大兵并无恶意之后 才渐渐放松了警惕 不过铁锤还是送给了狗胜一份礼物 祝贺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士 虽然带有强迫的性质 但鉴于狗胜长得挺帅 跟自己的年龄也差不多 春花的感觉还是相当不错 狗胜这边刚完事 拴柱大托和化劳哥就进了屋了 本来这三位打算对春花动手 但是被铁锤严厉制止了 对于铁锤的这种行为 拴柱大托和化劳哥非常的不理解 他们每天出生入死 把脑袋别在裤腰上跟德军打仗 为什么还要善待这两个德国女人呢 不过铁锤毕竟是老大 纵然有再多的不满也不敢造次 一帮人正吃热的时候 上级又下达了新的命令 本来狗胜想跟春花相互留个联谊方式 却被拴柱揪着柏林子里耗了出去 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 铁锤的坦克小队要负责坚守住一个路口 德军的人数和装备通通不清楚 如果被德军突破了防线 那么盟军的补给线就会被捣毁 整个师就会彻底完蛋 当铁锤的小队正准备出发的时候 德军的炮弹飞了过来 不偏不倚刚好击中了春花下 狗胜跑过去一看 发现春花已经香小雨了 自己的初恋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这让狗胜感到痛不欲生了 铁锤说老弟看到没 那一整座城市都在燃烧 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前 还会有更多的春花死去 铁锤的坦克小队在行进的途中 突然遭到了德军的炮击 当他们稳住阵脚之后吃惊的发现 德军的虎视坦克居然杀了过来 从战斗力和抗击大能力上相比 铁锤的谢尔曼坦克和德军的虎视坦克 根本就不在一个层级上 虽然是三打一 但虎视坦克仗着自己强大的火力和劈骚热后 很快就干掉了铁锤的两辆坦克 德军在硬件上虽然占有绝对的优势 但铁锤的作战经验丰富 在他的指挥下 铁锤的坦克单挑虎视坦克 并且最终战胜了对方 虽然赢了 但铁锤的坦克也损失不小 无线电也联络不上 孤立无援 他们能否守住路口谁心里也没敌 当铁锤的坦克刚刚到达路口 就被地雷把履带给扎断了 这下算是彻底动不了了 铁锤让狗胜到不远处的土坡上观察敌行 狗胜来到土坡上一看 发现大批的德军正朝他们这边进发 于是急忙跑回去报气 其他人一听全都主张撤退 但身为老大的铁锤却坚决要守住这个路口 他们来这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这个 虽然坦克坏了 但也不能当缩头龟 铁锤说你们赶快藏起来吧 这儿有我一个人就够了 其他人一听铁锤这话音 也只好硬着头皮留下来 德军有一个赢的兵力 铁锤他们只有五个人加一个抛了毛老坦克 这场战斗不用想就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但身为一名战士 宁可战死沙场也不能临着退缩 哥儿几个喝了一瓶洋酒 说了一些心理话之后 敌人的大部队就杀到了 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 虽然德军刚开始有些措手不及 但毕竟在人数上占有绝对的优势 稳住阵脚之后展开了反击 如果弹药充足的话 铁锤和战友们应该可以歼命这些德军 但经过几场战斗之后 他们的弹药已经所剩无几了 被打得晕头转向的德军开始了疯狂的反扑 拴柱和化劳阁一前一后装了一些声 铁锤钻出坦克开始跟敌人玩命 大头一不留神也中了弹 现在活着的只剩下铁锤和狗胜了 德军的狙击手打伤铁锤之后 这场战斗基本上就接近尾声了 狗胜彻底被吓尿了 动了想要投降的心思 铁锤说千万不能投降 不然他们会把你折磨得痛不欲生 然后再把你杀了 在敌人攻进来之前 铁锤让狗胜顺着坦克下面的暗门钻了出去 铁锤被德国士兵的使务弹炸死在了坦克里 狗胜则躲在了坦克的下边 一名德军的士兵发现了漏王之余狗胜 但是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 居然放了狗胜一马 第二天那一早 德军已经离开了 狗胜钻进坦克 看到了已经牺牲了铁锤 那种悲伤之情溢满了狗胜的身心 狗胜最终被盟军营救了 但战争留在他内心的阴影却永远也无法消除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应该向这些战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如果没有他们 这个世界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